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我们把方案还要放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讲 前边相对于把脚本场景和结果这些东西呢 都已经给大家全部分析过了 讲解过了 这个时候再来讲方案 原因呢 是因为设计方案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 而且呢无论是从技术层面 从需求层面 咱们都需要有一些理解才能设计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所以呢 只有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了以后 我们设计出来的方案它才是这个可行的 因为后边的所有的这个过程 其实都参考于我们最初设计的这个性能测试方案 方案设计的好和不好 直接决定了我们后边执行的这个过程 到底是很顺畅还是很痛苦 那么一个性能测试 好的性能测试方案到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入手 到底应该怎么来表述 这是我们呢重点关注的 在这节课上呢 咱们就直接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一个展示 就是我专门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性能测试的方案 包括后边的性能测试报告也都是这样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 到底作为一个性能测试方案 重点要关注哪些层面的东西 其实啊这个性能测试方案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测试用力 有点类似啊 只不过呢它涵盖的除了测试用力本身那些东西以外 还涵盖更多其他层面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这个所处的地位啊 或者说价值应该是差不多的 都是作为我们后边真正执行测试的一个参考 一个重点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啊打开 前边我已经做好的啊 一个性能测试的方案 来一起给大家梳理梳理 我们的这个性能测试方案 到底要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性能测试就是对比 Discuss和PHP问的这两个论坛程序 他们的一个性能 所以呢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对比两个系统的性能 那么要达到两个系统的性能可对比 可比那一定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两个系统除了系统本身不一样以外 其他所有的硬件环境 网络环境 软件环境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样呢 他们才有可比性 唯一变的是两个系统本身 其他的都不变 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呢 才具有可比性 所以这就是大方向上的一个测试目标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了 OK 好 所以对一个方案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我们的测试目标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压力测试方案 那我们这测试目标就是要看系统在高压的情况下 它的表现怎么样 一定要明确 你不能说你做一个压力测试的方案 你的目标呢 是要评估一下它的性能指标好不好 这很明显 这个目标本身就错了 所以啊 测试目标先明确了 我们后边的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展开 好 再来看一看到底一个方案 总体上咱们这个方案 样力方案给大家包含了哪几个步骤的东西 测试目标 第二个测试过程 第三个测试对象 第四个测试平台 第五个被测的模块 第六个呢 性能测试的脚本开发的方案 第七个性能测试场景设计的方案 第八个指标的分析 就是我们要监控哪些指标 这应该在方案当中明确的指定 第九个啊 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一些考虑 咱们来把它放进去 基本上一个框架结构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以后真正自己要去做性能测试 设计这些方案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 需要和系统本身的这个目的的不一样啊 咱们测试的目的不一样 和系统本身一些特点 咱们来对这些方案呢 有所调整 但是啊 基本上这个框架是一个最 基本的一个框架 这里边这些基本的内容 必须都得有 测试目标 那么就明确啊 我们的测试目标两个 第一个呢 对比这两个性能 来评估和对这个工具选行 进行一些参考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我 做这个方案 本身另外一个目标了 为初学的性能测试的人 那么提供一些这个参考 那么这是我的目标 测试过程的话呢 分成四个环节 测试的计划 方案 实施和执行 计划呢 我们就暂时不去详细写它了 因为呢 这就是一个人做了啊 花了不多的时间来做啊 没必要呢 还需要考虑很详细的计划 但是针对真实的性能测试 有可能我们呢 需要去制化 计划很多东西 计划哪些人来参与这个性能测试 计划我们性能测试过程当中 需要哪些网络资源 需要哪些硬件资源 需要哪些团队的配合 我们呢 什么时间做什么模块的测试 等等啊 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应该要包含的 跟我们去做一个项目的测试计划 是一样的啊 我们要去计划一个项目 或者说呢 计划一个啊 这个研发项目 一个产品 都是一样的道理 计划的就是人力资源 我们的这个成本预算 我们的时间啊 等等就做这一方面的计划 道理都一样啊 不再重复 那么第二步呢 制定测试方案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第三步呢 是测试的实施 开发脚本啊 搭建环境啊 这些都是实施的过程 第二 最后呢 就测试的执行 运行这些性能测试场景 然后呢 分析出结果 解决我们目标里边提出来的问题 第三个 测试对象 那就明确要指定 我们到底要测哪些对象 这边呢 我们测试的对象 就是Discars 7.0的版本 和PHVM的7.3.2的版本 然后呢 现在这个系统里边 现在已经有了帖子 说有三万多个 回复呢 也有这么多 数据库的大小这么多 我们看到 其实两者都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测试对象 我们还可以继续详细到 我们要测哪一个系统的功能模块 甚至我们在这个方案里边 还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需要测这个功能模块 它的原因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方案里边 需要详细去考虑到的东西 就这样 做方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呢 我们就对整个新能测试 有一个很全局性的一个掌控了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后边的事情反倒就变得简单了 所以方案 方案做得好 后边呢 我们做起来就会很顺畅 方案如果是心里糊涂的 或者压根就没有方案 后边呢 我们完全就是一团乱 这是测试对象 我这边呢 因为只是一个 给大家做的一个样例 所以呢 没有写的特别复杂 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系统 性能测试的话呢 希望大家能够写的更详细一点的 测什么版本 然后的话测什么模块 为什么测这个模块 我们呢 还有考虑 比方说我们的一些测试手段 我们是只是测负载测试 还是又要测压力测试 这些呢 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些方案来控制 比方说我们压力测试测什么模块 压力测试 我们并发多少用户 这些东西在方案里边都应该体现 第四个测试平台 那也就是我们的软硬件环境了 这个呢 咱们是什么样的平台 或者有什么样的平台 就把它确定下来 第五个被试的模块 我这边只测了三个模块 当然我也并没有专门去阐述 为什么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一个论坛来说 这三个模块是最重要的 最被用户经常使用到的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系统来说 就最好在方案里边写清楚 为什么 因为这样呢 不单纯只是啊 让我自己 我们做性能测试人理解 为什么做这些 而且让整个团队 甚至我们的客户都能够知道啊 原因是什么 这样我们后边的测试呢 我相信啊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持 因为毕竟啊 咱们在企业里边 不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 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做性能测试啊 可以 假设我就是一个性能测试工程师 我把这些事搞定就行了 但是性能测试发现了问题以后 我们是不是得找人去调整优化 如果说硬件这个不行 我们是不是得去升级硬件 如果说这个算法不行 我们是不是还得找程序员 去把这个算法改进改进 其实是需要一个团队来配合的 如果说数据库啊 发现很慢 我们是不是要找数据库管理员 来进行一下这个参数的调整 甚至性格语句的一个监控和分析 我们甚至还更细化 不单纯细化到模块 还甚至要细化到性格语句 甚至细化到代码层面 所以需要很多研发团队 整体的一个配合 所以咱们把这些呢 尽可能都写得详细一点 越细越好 越细就证明我们对方案的考虑呢 越充分 然后呢 后边执行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风险就会越小 第六点 性能词是脚本开发的方案 这边呢 就是我不详细给大家介绍 详细的阐述了一下 我们这个脚本开发的时候 到底怎么玩 怎么来做这些脚本 OK 都有很详细的阐述 那这份文档的话呢 我也会发给大家的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这里边的这些 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消化 我们主要介绍这个整体的框架 登录模块怎么样 发体模块怎么样 然后回复模块 我们的脚本开发一些策略 需要注意的点 需要考虑进去的 都在这里边写出来 好 性能测试的场景设计 场景设计就包括 咱们的运行多长时间 RAM up RAM down 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变发多少个用户来测试 然后呢 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场景设计的 方案里边要去关注到的 这边 由于客户端服务器端 未同一台电脑 这当时我的测试环境导致的 这个呢 大家就不要去质疑了 那么我们真实的系统测试的时候 给大家也强调过 务必避免这种情况 不要把客户端服务器 弄在同一台电脑上 经过测试 CPU容易达到100% 所以呢 我们这次呢 就测少一点的用户 用户就这么来的 好 后边的run up run down 虚拟用户的 并发策略等等 这些我呢 就不在意的给大家去介绍了 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第八个重要分析指标的监控 我们要监控哪样的一些指标 最后呢 其他的一些考虑 其他的一些考虑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洁的一个性能测试方案 也就这么三页 那么一个真实的性能测试方案呢 会会会内容会更加的多 更加的这个详细 除了这一份方案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份啊 这个真实的项目的一个方案 这是我以前的一个 关系很好的一个同事啊 为新疆移动的这个BOSS系统 做的一个性能测试的方案和报告 咱们可以简单的来过一过 好 先看一看这个方案的一个目录 测试目的 测试范围啊 测试对象啊 一些测试的准则 测试的方法 输出过程 任务 环境啊 等等 好 这边呢 其他一些啊 这种通用的一些文档的这个 介绍性的东西啊 咱们就不啰嗦了 测试的目的 好 组织结构 又那些人 这是我们计划里边 需要去考虑的 都可以啊 其实你把它揉在方案里边 也都没有问题 数据的准备 要准备30分钟的测试数据 两份 准备预约工单60万 准备短信500万 因为是这个 移动的运营商的 这样一个 这个业务 业务支撑系统的 这么一个 性能词的项目 所以呢 要准备很多 相应的测试数据 咱们的这个性能词 才能开展起来 其他的一些要求 测试什么样的对象 测试ZM系统 外围接口 这样的一些系统等等 然后呢 这个是一些系统的架构 列出来 需要测试的一些特性 等等 在这边都有 暂停 就是说如果说 测试过程中 发现了问题了以后 我们呢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暂停测试 什么情况下 我们呢 才能够得以重新 继续进行测试 测试工具 测试的业务模型建立 这一页很重要 这一页呢 就是我们讲 基于TPS 类似TPS这种 业务处理量 来确定的 我们的性能需求 比方说 它通过啊 这个一个月 通过影音听 办理的业务 是1788万次 那么 峰值的业务量 是每小时9万多次 为了满足 1400万用户的需求 峰值增加到1.5倍 也就是 这增加1.5倍 相当于就是 我们为了考虑 后续用户增加 或者业务增加的 一个情况 做了一个相对 对系统 更严格的一个 性能要求 那么 峰值业务呢 变成了 138,725 那么这138,725呢 分别对应的是 哪几种业务模块 它们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 业务处理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说到这儿的话呢 我主要简单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 有这么一个困境 就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就是咱们不知道 不清楚 到底并发多少 虚拟用户 是合理的 这是我们很难清楚的知道 因为我们 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知道 用户的行为是怎么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是很多企业 或者很多性能测试人员 他们的考虑的这个需求 就是我能不能支撑 这么多用户 我能不能支撑 这么多用户 这么多用户 到底合不合理 而这种问题呢 有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所以啊 针对这种性能测试需求 咱们不要从 并发多少虚拟用户 这个角度来考虑 而顺便说到这儿啊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网上呢 能够找到 关于并发用户书的计算 方法 就是你在网上你说 比方说你搜索一个关键词 如何计算并发用户书 它会告诉你一个很很绕的一个公式 然后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公式是错误的 无任何参考价值 请大家啊 你可以去找 找到了你看 看完了以后 你觉得它是有用的 你可以找我聊一聊 对吧 我告诉你它为什么是错的 但是呢 你如果连看的兴趣都没有 你懒得看 你反正听我的 它是错的 反正都错的 我懒得看了 那也没有关系 网上找到这种并发用户书的计算啊 怎么可能计算得出来 这根本就不存在的这种情况 而且它的公式是 类似于A 得出B B得出C C 根据C呢 又来得出A 它是这样一种死循环啊 是这个逻辑上本身也是不同的 而且本身这种计算 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怎么可能能够算得出来 并发用户数是多少 我们算不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要来 制定这个新能测试需求 不能通过并发用户数量的多少 那我们在Ctrl2这边 我们就没有办法设定 到底并发用户数多少是合适的 怎么办 第一个 从TPS业务处理量来看 我们可以预估 希望我们这个系统呢 每天或者每小时 假设每小时我们能处理10万笔 我们可以精确到 那TPS是多少呢 就是每小时这10万笔 除以3600秒 得到的就每秒钟 我们希望这个系统能处理多少笔业务 这就可以了 那么并发用户是多少呢 无所谓 我们你并发个500 1000 1万 2万 都没有关系 目的就是 只要这个系统能够 每秒钟能够处理到 3600% 这样这么多业务 就认为这个系统是合格的 并发用户数多少都没有关系 那么 这是第一个 第一步骤啊 我们呢 确定了业务需求 那业务需求一定啊 要在 已经评估的基础上呢 做一些这个适当的增加 那第二步呢 怎么办 第二步咱们在这个 Controller里边 在通过RAMUP的过程 做一个预测试 我们呢 这边啊 让它有RAMUP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呢 根据RAMUP 它慢慢增加用户的过程 做一个预测试 那预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啊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不设定 假设我就设定成2万个 都没有关系 有点多了啊 好 直接导致这个系统啊 这个还在这响应半天 2万个啊 要花两天时间啊 但是这个有点有点夸张了啊 改的靠谱一点 1000个 咱们呢 就让它并发用户数 相对来说多一点 但是呢 我们是慢慢增加 在这个RAMUP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监控 它的服务器的一些性能指标 然后看一看 在什么样的用户数量的时候 服务器达到最佳的状态 最佳用户数 好 我们确定了这个最佳用户数以后 根据这个最佳用户数的情况下来看 就我们先去预测试 看看这当前这套系统能支撑多少用户 然后指标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再根据这些用户 我再反过头来看 那在这种用户情况下 它能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性能 业务需求的目标 业务处理能力的目标 如果能达到 证明这个系统就靠谱的 那么 这边呢 还有一个 问题是什么 就是 这种业务呢 其实它是 对于已经上线过的系统 我们能够收获 获取到的这样一些数据了 我们已经知道 以前它平均每个月要处理多少比业务 对于新上线的系统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地方 就对于新上线的系统 我什么参考数据都没有 我怎么来评估它的业务处理量 怎么来评估它的虚拟货数 没有办法评估 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是没有办法的 所有你的评估 都是基于这个 没有任何根据的假设 或者说你的猜想 没有任何 这个真凭实据的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只能考虑动态的来进行做 首先呢 我们就通过现有的系统环境来评估一下 到底这个系统能支撑多少用户 业务处理能力怎么样 响应时间怎么样 评估出来了以后 评估的结果是否真的满足需求 我们也不太清楚 因为还没有正式上线 那么正式上线的时候呢 我们也及时的去做好监控 看看 比方说我们通过评估能够得出系统的最佳和最大 系统的瓶颈在哪里 它的最大处理能力是多少 得出来这个结论 在上线以后呢 我们及时的去监控来看 这个用户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量级 达到它的最佳状态 最佳用户数的这个量级 我们的这个系统的一些指标 有没有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如果太高了 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注意了 这个系统现在可能马上就会撑不住了 然后呢该添加硬件 添加硬件该提升带宽提升带宽 该想办法呢 来做这个其他的一些调整 咱们要及时去调整 保证这个运营过程呢 是不会有问题的 而不会有大的性能问题发生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 如果对于全新系统 我们是没有办法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需求来告诉 这个性能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很难 所有的得出的结论 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在内部呢 尽可能去做新能测试 把它的目标设成 对于全新的系统 咱目标就是 不是验收系统好不合格 而是呢 看看系统有没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有明显有漏洞的地方 有缺陷的地方 或者有平静的地方 咱们呢 尽可能在研发环境 把能优化的地方优化了 把参数该调整的调整 代码该优化的优化 数据库结构该优化的优化 这个优化呢 其实就是 优化前后优化后 怎么能证明的优化好了呢 看看它的 保持相同的环境 然后不同的这个版本 它们的性能 有没有提高就可以了 我们在研发阶段 做性能测试 针对一个全新的系统 其实更多的 做这些方面的事情 然后只有等系统 真正上线了以后 我们呢就要 也需要及时的去监控 用户的这些行为和 业务处理的这些数据 然后呢 及时的尽早的 预防这些风险 这样呢 其实就可以了 大家没必要特别纠结 因为呢 我就遇到很多很多的 这些同行 他们特别纠结 这个怎么办呢 我没有任何参考 我怎么做的 知道到底需求 哪个是满足的 哪个是不满足的 我可能要 会有很多人告诉他 你去找客户确认啊 你去找 这个项目研发团队 我们一起来商量啊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客户确认 客户也不知道 客户他也很难明确的知道 到底我的这个 用户数量应该是多少 都只能猜测 而这种猜测 无论是多还是少 没有任何参考根据 都是不合理的 大家就很纠结 对吧 这怎么玩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好 老的系统 更新以后 或者说全新的系统上线 咱们的性能测试 到底关注在什么地方 好 关于这个话题啊 当然其实能谈的有很多了 如果大家后边真正在遇到这种 很纠结的这些问题 就这些问题完全不是工具和技术能帮我们解决的啊 这是项目实施的问题 这种问题在测试里面很多 研发里面都有很多很多 不单纯是性能测试 也不单纯只是说这个需求的这个分析了 建模 很多层面都会遇到这种实施过程当中 跟我们所学的技术 差别很大的一些问题 就是技术根本就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的这些问题 大家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以后 随时呢 可以找我继续来沟通啊 没有关系 咱们呢 现在如果说给大家就把 也不可能说把所有遇到的问题都给大家能够讲到啊 这个很难 但是呢 通常来说大家遇到的最严重的这些问题 最纠结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 当然我顺便呢 也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边呢 我也遇到过啊 一些 这个就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做性能测试的人员 根本都没做到这一步就做不下去了 绝大部分都死在了这个脚本开发的那一部分啊 这是我难以理解的 所以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脚本开发 初级脚本录制呀 还是自己手写 或者用加码来实现 不应该让脚本成为制约我们前进的一个瓶颈 这实在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就但是呢 很多人在脚本开发那一部分就是搞不定 就是要出问题 或者报错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呢 是尽量避免的 所以我们呢 每一步啊 去把它学透了 把一些核心的原理 底层原理搞明白了 脚本真是最最简单的一个环节 真不是我们的重点 如果我们把大把时间都画在脚本那部分 反而后边的东西都还没碰到 你谈谈什么 你遇到很实实在在的 实实过程的问题了 都遇不到 根本没到这一步来 你就啊 已经在前面就已经倒下了 这也是我看到的 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提一提 引起大家的重视 OK 关于这个新能知识的报告 大概的这个框架就是这样 那么大家的话呢 如果最开始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就可以按照我这个比较简洁的这个框架 来写你的新能知识方案 把重要的东西讲明白 把你后边要怎么做讲明白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咱们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